文古至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 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凌迟是古代最为严厉的酷刑之一 兽刑之人简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么你知道历史上最后一个 享用凌迟酷刑的人是谁吗 说起他呀不得不谈起他传奇的一生 这个人叫康天心江湖人称康小八 是江湖上有名的大道 康小八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杀人放火 抢劫强奸 当时还用一把枪打死了给自己找活干的财主 此后康小八的名气是越来越大 在江湖上也越来越混得开 当时很多的小混混都对康小八非常尊敬 但是老百姓却对这个大恶人痛恨不已 有一天在集市上 有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谈及到了康小八 并说了很多康小八的坏话 当时正好让经过的康小八听到 康小八一挤眼便开枪 将这几个人杀死了 清朝官员知道后就马上派兵将康小八抓了起来 关进了大牢里 不知为何 突然有一天 慈禧太后听说了康小八的事情 便对康小八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 想要见见康小八 当士兵把康小八带到慈禧太后面前的时候 慈禧见了差点没吐出来 康小八又瘦又丑又矮 慈禧张口就骂 康小八听了之后便马上还击说道 要劫就劫皇上 要奸就奸皇妃 慈禧一听 龙颜大怒 便命令将康小八拖下去 凌迟处死 行刑的人一共割了3784刀 整整用了三天的时间 康小八死后不久 清朝也就灭亡了 而康小八也就成为了 最后享受凌迟酷刑的人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哦